一輛公車行駛在路上 剛好遇到紅燈 結果後方顯示板意外 出現了名稱超煞氣 另外一輛公車路線 就叫做臨北 讓人不禁聯想到台語諧音 趣味十足 全台灣最煞氣的公車 在哪裡就是這一台 公車踩煞車的瞬間 後方顯示板亮起了這一行字 讓人聯想到諧音 煞氣的公車 這條7A路線行駛高雄男子到驗潮 趣味的這段話 也勾起了七八年級生的回憶 線上遊戲的名字吧 就是玩家的名字 好像會取這樣 就是什麼煞氣 什麼誰的車 或是誰的什麼東西 不管是網路遊戲 還是帳號上頭的名稱 常常可以看見這樣的用語 巧妙的排列組合下 讓人會心一笑 真的是全台灣最煞氣的公車 在路上遇見都得讓個三分 只是要告訴後面的人 他要煞車 只是剛好他把字分開了 所以比較巧合吧 算霸氣啦 算霸氣 會心一笑 林北來了 等個公車怎麼像是在罵人 原來阿拉伯數字的林 還有北邊的北組合起來的林北 唸起來確實讓人有點尷尬 林北來坐林北 對啦 這樣很難聽 台灣話的諧音很多啦 高雄除了這條林北線 其實還有林南線 位於台南市的公車 也有林左及林右 不過林加上北的諧音 最令人感到台位 也讓民眾在搭乘公車的時候 增添不少話題 華視新聞黃玉富士 紀錄文賴高市首報導 感谢观看